新鮮的兄弟 烹饪 我想当你活在一个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装一个APP 这是空写情报APP 这是每天好几次 这个前辈也都知道 当你看到有别人在拿 那些飞饭啊 轰鸣啊 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的时候 你应该会先问说 为什么他们要打欧盟 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战争 你有什么权力发动这样的战争 对吧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活在乌克兰的时候 那是一个生理的本能 我看到我的家 我的家人 我的家乡被破坏了 被侵犯了 他们会直接脑袋跑出来的问题 大家不是会先检讨自己吧 就是会先问说 为什么要发动 为什么可以 发动这种战争 顺便打了宗高 我们在基督路的Podcast 上礼拜上线了 可以直接听一个 会讲中文的一个 来自马如普的乌克兰人 因为他会讲中文 所以他开战之后 不断的大量跟他讲华语的朋友们 大部分在中国境内 不断的试图跟他的对话 他就回答了很多 像刚刚这样的问题 所以或许可以听一下他怎么说 他是从基督发巴音的 他是被台湾人家在基督 他是来自马如普 马如普 是一个已经被炸掉80%的一个城市 但是他后来搬到了基督 因为他都逃难 他在基督过生活 那我们在基督的时候 在他家里面录下了这一集Podcast 我觉得这就是不同媒介的好处 就是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以直接听听看他们会怎么说 所以是你们在那里的时候录的 对 他是哪里的人 他是乌克兰人 他是录的 我了解 他说专门 我没有同事 那今天你们怎么办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fixer 而且那个fixer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最好是有选择 所以有的用一天就不能用了 就是带你去一些很丁点 直接看一下那边看一下 那又怎么选择fixer呢 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一个 有些时候我们夜夜之间会口味相传 大家也会介绍 那如果是好的 通常也会特别教授 但是可能 会特别贵 但是会很忙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 他能够带你到 进到你想去的地方 而且他知道你要做什么 他也会提供 他的想法 他的建议 你需要这样 绝对需要这样的 而且这种人 就是对大帝非常熟悉的 因为这样的人 进不到哪里 嗯 绝对不只是语言的部分 然后 我觉得就是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多人说 呃 我当然没有说一定要拍摄 但是至少被拍的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而且不是 就是 那个部分就是非常清楚 对 这个是工作的伦理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 刚刚大家在看那个片子 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编辑 你特别讲到说 张琴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他好像能够让被拍摄的人 觉得 comfortable 或愿意被他拍摄 那 钱琴你的秘诀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 愿意被拍的 但是 我觉得 这是一个 基本的尊重 然后 不愿意被拍的 不管是 我不知道 就是不愿意被拍 他就是有不愿意被拍的原因 理由 或者估计 或者是害怕 什么 我们因为从二月底 又开始采访了 所以其实 一边采访我就一边 就是布了很多的线 所以最后其实透过 各种的线 然后告诉他们 我们要进基督了 然后 我们想要走的方向是哪一些 有没有他们推荐的 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去十天 那我们就跟三个fixer 各自不同方向的合作 但是千万以后不要做的事情 因为有一天 我们从早上七点出门 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 因为三个fixer 就会不断的给你 就是各自各样的 你需要需要画的东西 但是这也是好处 因为我们希望 把时间画到最大 但我想补充一件事情 是国际采访的沟通 语言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之前去到很多 我是完全 比如说我被丢到 北非的一个很小很小的 一个难民岛 然后在那边 全部都是各国的难民 然后当地是意大利的领土 我会讲意大利文 那他们这些难民 也不一定会讲英文 但我在那边我该怎么办 那所以那个沟通 其实是有很多 五感上面的沟通 意思是你有手机 那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app 但是你的穿着 你的背包上面贴个press 或是你贴个你来自台湾 其实是一个开启互动 跟对话的一些媒介 那当然是国际报道的话 你要带的东西是五感的 所以就是会有就是 或者是嗅觉 气味 听觉 这些东西 其实你不一定需要用语言 这件事情来取得 你在现场的一些材料 那像 在特别这种高张力的现场的时候 我们的沟通最多的时候 其实是进入那个空气 你就像我跟子雷 我们还有英语 我们在边界 或是像刚刚那种场子 或是在座容所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让自己的状态 是可以跟现场的人是一起的 那那个是一种沟通 他看到了你的姿态 他看到了你在干嘛之后 你们有个共同的语言可以进去 那进入如果你要去乌克兰的话 如何用对的姿态跟情绪 还有语会在当地跟当地人对话 因为有时候即使你会讲他的语言 不代表你问对问题了 或者你不代表可以理解他 所以我会觉得 国际的采访的沟通 其实是包括了这一些 你可能有很多前导的工作要做 你要听他们听的音乐 去他们去的餐厅 去看他上学的教科书 然后他的房间 他的教室等等的 这个可能都是国际上 因为跨文化跟跨语言的一个互动 所以语言我会觉得 其实是最基本的 一件事情 但其他人那些看不见的门槛 其实是更大的 所以对 Vickson很重要 他就是怎么说 就是他是属于当地的人 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他稳 非常非常有 所以每个地方不太一样 真正不要有任何 但是这个是 但是同样这个人是可以让我 到不同的军事 甚至晚上住在那边的 所以 真厉害 我觉得每一个情况就是 就是需要做判断 一个人能够做的是 你先把第一 你的民房的知识 的技能 一定要 你一定要能够 很 非常的 熟练 当然 在这个之前 你的体力一定要够 你一定要锻炼 就是跳出风舞 然后 你的心房 然后 你自己建议起来的 你的朋友之间 建议起来的 这一个 就是一个笑容 这个群 从自家开始 就比较高的 环境 我觉得 我很担心 但是我不悲观 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很多 就是愿意保护台湾的人 要保护台湾 他被民做 一定会流水 会牺牲 但是 他要有时我就会回来 一定 你那时候其实 你那时候 那陈信忠 我们在鼎音的时候 他介绍你的时候 就是说 其实你有一个质问 就是说 你会不会当台湾 有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放下摄影机 拿起墙 这样子 然后你这个 也是在对你自己的提问 那 你刚刚给我们答案 那 年轻的世代的想法 是不是 是不是跟这个 谢谢 你不一定要表态 你不一定要表态 没关系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们的看法 我现在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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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非常什么 还是说他以前就这样还是因为乌克兰针发生之后才变成这样等等的 我不确定他被解出来的那一部分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那或是说为什么这个报导 特别使用了这个人说的这些话 他在整个这一题的报导里面占的比例是多大 他有办法足以代表全部的年轻人吗 觉得我可能不会直接调到说 是因为年轻时代使用抖音或是小红书这些 于是有了他刚刚那个言论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我也不需要做一点功课 才有办法确定这件事情 以及真的使用抖音或小红书之后 他的想法真的是这样子吗 或是说没有使用抖音或小红书 他的想法就不会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刚好现在跟我的工作很相关 所以我都会觉得这可能是需要在仔细研究的部分 所以我其实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所谓的你们初世代的一个问题 因为蛮有趣的 刚好是前天另外一个新加坡来的访判 他也在问一样的问题 那期间很多年轻人 他给出来的答案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我们有没有办法 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以上是甚至回应 但另外一方面是 做固然系列的报导 我一直害怕这件事情 就是跟人家过来怎么样 于是我们怎么样 这样子 因为真的去过之后就会知道 或是过去一整年跟乌克兰靠在一起 划他们的IG听他们的音乐等等 读他们的书小说这些 你会知道台湾不是乌克兰 就是我们真的很不一样这样 可是的确实际上面他们做了哪一些准备 在实质上面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是一个实用性的如果要备战 或是在这样政治的对抗当中 我们这样子的国家 边缘之上的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大国角力边缘的这些国家 所以我们的书就是用很实际的这些方案去写 除了当士兵拿枪之外 其实当老师当学生当网红 都有一些事情可以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理清一下这个之间的差异 乌克兰人的战争是2014年就开始打的 在2022年2月14号之前已经死了 一万四千个士兵了 所以他们就是八年一直到今天大规模的开战 看到了像布场 500具尸体全部被滥杀 他或许是经历了这样一整个流程之后 他才会百分之七八十的民众 直到开战十个月了 还觉得我们应该要打下去 因为他觉得就是八年来 甚至有人觉得更长 从1991年更往前 他是觉得说我们被压迫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有机会赢 他们想赢不是因为他们想赢 他们是理解了 他不赢他就没有和平 他只是想要平安过日子 很多猫喵都被我强调 他说当你怀孕的时候 你会想着我要怎么带大这个孩子 当他出生之后 你们会努力得想要比较好的生活 可是为什么我真的努力了 可是还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的小孩要送战场 我的小的小孩被饿死了 我的小孩现在被走了 他们其实想要 发现了想要和平 就必须要赢隔壁那个国家 因为不然的话 已经等了八年了 所谓的和平谈判这些事情 从来没有真正有效过 我觉得他们也是不断学习 不断对话 以及很残酷的 听见了写零零的一课之后 会不会才会慢慢有联系这个共识 可是我想大家都在问的是 可不可以不要写零零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社会产生对话 那我觉得或许 假设刚刚讲的那个新闻 就有一些些ET的话 那或许就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的社会对话 来处理 我们大家想要处理的这个共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开始 或许是这样 我其实我去乌克兰的初衷之一 就是我很希望 这些影像 这些经验 能够跟台湾的你 特别是年轻人可以分享 我觉得 没有错 乌克兰跟台湾 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同样面临 不断的文公武和 甚至打到家门口的演习都已经演到家门口 大家还是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就是很忧心啊 我觉得 其实是很危险 我觉得全世界其实 就只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台湾不会打仗 就是台湾人 真的 真的 那我们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经过国际认证 然后刚才说那个 对不起又回到逃生门 逃生门是错的 我跟你说 那个标示是错的 而且那个逃生门 他也不标示 不过那个你进去 其实里面也有问题 从这里有大概37步 我可以复制 美美馆要检讨一下 不只我去过了5个地方 6个地方全部都有问题 包括东山 就是反正 好像大家对安全不是 不是那么重视 或是 有一点祸悉 我觉得最近是台湾 这是美美馆 如果真的 如果出事情 前面这一盘 因为你看不到那个 到往那边 就是这些你必须 你必须要 好吧 对不起我示范一下 现在我 这可能是也是习惯吧 坐车我先 其实都会戴着这个 这个其实是各个安全带的 你看用刀子没有错 但是这是各个安全带 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 就是你如果是在里面 你要怎么把窗户挤开 你要打哪里 我只趁着你要从外面来救人 然后如果你需要用刀的时候 你要怎么用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些 这些就是变成你的肌肉记忆啊 你要救自己 你要能够救别人 当然有点侧远的 但是就是讲到优心的部分 但是 这个工具是 这个工具叫什么 这个工具叫什么 有的叫 C-Bell Cutter 有的叫 Strap Cutter 对啊 前面还会加一个Tactical 但是就是 这种东西 所以很普遍啊 对 你都随身攜带 对 对 差不多 了解 乌克兰之后 对 好 充满了危机意识 充满了危机意识 就是我们会觉得你很 这就跟台湾的社会的整体的氛围是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 其实应该就是你刚刚讲的舞照跑马照跳 这个马照跑舞照跳那个 我们现在的社会方面应该是 比较是这样 但是就是 对 那会不会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哦 反正 打来了就打来了 就 就怎么样这样子 对 那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确定 我不知道政府是做到什么 什么阶段 什么程度 但是我记得 就已经很久以前有一次就是啊 那个延期的时候 有国外的观察员到军清 有办法 丹清师去看 他本来 他本来想说 应该会看到一个伊瑟烈 结果看到是一个巴拿马 所以 OK 第一个 这个 我先说香港的部分 2019年我自己去了六次香港 自己 所以就是 我决定要去 我觉得需要去 我去 然后最近的这个白族运动我看到了 就是大陆有一些人 他们也 讲出来了 就是在2019的时候 他们是嘲笑香港 2020的时候是诋毁香港 然后2021的时候理解香港 2022的时候追随香港 所以 新疆的一把 的一场大火 烧起的动作一片怒火 对不起这个有点离题的 但是 会怎么样这个 大家都在看 现在也许太早 像塔斯或是中央社 他没有他们的立场 他们 有 怎么讲 他必须绝对的政治正确 不然就是 下台 我 我有看过那种那样的宣传片 当然 但是在战争的两个 就是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 双方其实都有这样的 心理宣传的部分 都有 都有 然后 比如说像 就是 军人死亡的人数 在两边 那个都是秘密 然后 一个部分当然会影响 士气 但是应该都很高 好 呃 所以 那 中央社 中央社特别塔斯也是啊 但是我 我自己决定我要怎么做 我 就是 就像我自己一讲 我做我一个台人 我觉得我需要去 我去了 我有买保险啊 然后才知道说啊 我才值得这几块钱 嗯 不是中央社啦 新华社 新华社 中央社在这边 对不起 那就先请郝明毅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带快乐化宝秘 呃 因为 那个前两天跟这个 那个 天使见过 那刚才因为我听到 台下有位朋友 问一个问题说 现在这个 年轻世代 因为这个 看 那小红说 抖音 所以这个 有一些 对统一不同的这个 看法 所以 问这个乌克兰的人 这个有没有这种 对 跟俄罗斯关系 这个不同的看法 呃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些 出版过一本 Talansky的 这个我们 若是相信的书 在这个书的过程里面 我也问过 乌克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 在这里补充 代替回答一下 那我问那个 乌克兰的朋友 就是在 美国家里面 怎么样 这个分歧的意见 就是 对 到底跟俄罗斯的 这个关系 该维持什么样的状态 说 在战前 的确也是 两派 有一派 就是说 我们应该 就是要向西方 和欧盟 捷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宿命 那另外一派 就是认为 我们的历史传统 就是跟俄罗斯有 密不可切的 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就是要 跟他这个独立切 同样的这个现象 就显示 在他们这个 俄语的使用上 那之前本来 俄语在乌克兰 就是个普遍 使用的语言 那包括2014年以前 他们的这个 的 位于使用是80% 就是输都是80%以上 但是到这个 2014年战火 这个第一次 克里尼亚被这个侵犯之后 他们就这个输的 这个 俄罗斯里的输在乌克兰 就只掉了50% 那到这一次战争一爆发 使用俄罗斯里的输 就只掉了 剩下2% 所以同样的 就是战争爆发之后 他们的争论就平息了 大家都战争一爆发的时候 当然是一致的认为 就是西方的 就是俄罗斯要排除 同样的 所以我想在台湾 其实也不只是 年轻世代说 看抖音不看抖音吧 年纪大的世代 有这个对中国人 有不同的想法 跟多的事 那我们是个民主社会 永远不可能说 强迫另外一边 不同的意见的人说 你要怎么样 同意或不同意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家应该参考 乌克兰以前 就是我们要准备好的事情 一旦有一天 如果中国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就在战前 我们可以说 对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想像 或这种态度 但是战争一旦爆发 你真的打了 那个时候 我们是这么立场 我们就像乌克兰人一样 就是 战前是一半一半 一旦战争爆发之后 我们一字 捧手一台吗 还是另外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想的 可能是这个事 第二点是 另外一个防御观众 其实是说 听到说 这个 Tolensky这一次是 英雄主义 或者是掩盖他的 张事 所以这个才挑衅 这个俄罗斯 就是把绞生俄罗斯门口造成了战争 我知道台湾很多人在讲这种说法 但这不是事实 完全是事实的 他们这个宪法路线要加入北约 在2019年3月 但是Tolensky结果的任务是2019年5月 所以怎么任务都任务到说Tolensky 因为他自己要掩盖他的问题 他想要加入北约 引发这个证明 所以这是台湾太多人 要给Tolensky 这个脏水的这种说法 谢谢华先生 那个其实 台湾认同分歧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一个 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议题 事实上从我们父亲的那一辈到我们这一辈到下一辈 就是认同的分歧 你去看联合法的社论 跟去看自由时报的社论 你就知道好像是不同国家 我记得2019的时候 有文字记得 就在高高的上面看着我们这样冲来冲去的 但是摄影是一定要到限 OK 2019是什么世界 反送中的时候 OK 特别是摄影 你一定 但是怎么说 我 我是拍过一些危险的 包括Tolensky 包括原点 但是我不是当地记得 真的 我去乌克兰是 我去 我觉得我需要去 所以我去 那 也许是之前我有 我想是一个专业的养成吧 有 能够适应 而且 我也当了两年的病啊 太错了 而且还在金门 而且还发生病变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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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跟太多讯息 没问题 好不好我前期都在这里 好 我跟你说 我上一次在 对不起 上一次在 北美馆演讲 是2001年 时间过得好快 你不知道 20年前 因为我是 我怎么讲 作为一个freelancer 我不是 除了四次 除了一次 是替 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没有生命 工作之外 其他是我自己 我决定要去 所以我去了 但是那么多的冲突 那么多的战争 那个是对我而言是重要的 所以我选择去 那就是 怎么说能小心 但小心做最好的准备 但是 郭主小心的时候 他就待在家里 看现在几点 现在14000多点了 天哪 有一次在美术馆 现在几点了 14000多点了 好 不敢说些什么 就补充一下我们的思考 我们 去两趟 然后 去两趟之前 都仔细的评估过 我 我啦 我提题目的时候 都包括了 企划 企划就包括 行程跟可能的产出 跟 reached out的 不同的观众群 所以 对我来说 现场必须去 可是 也得跟着读者走 就是说 当你的读者 已经及时的 在看 乌克兰直播的时候 你不能够再用 假设我 我过去在杂志工作 不能飞过去 做一个礼拜采访 两个礼拜 回来解稿 然后接下来出刊 那是三个礼拜之后的事情 你的读者 已经在移动了 所以 记者是乔嘛 所以你除了一端是现场 另外一端就是 就是你的读者 所以 当战争 这个尤其我们 刚 第一次去这的时候 是第二 还是第三个礼拜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战争 会打到哪里 每一天都在起变化了 你要怎么跟得上 读者的需求 当你的团队 我们三个人去现场的时候 报道者团队这么小 现在才40个人 我们要怎么跟整个社交网站上面的这些资讯做对抗 意思是做好我们的工作 让读者的眼睛跟现场中间搭桥 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就做了一个尝试是 Live Vlog 就是每一天即时更新我们在现场的行程 我所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战事随时在发生 但除了Live Vlog之外 每一天回到饭店 我会用声音的方式 然后做声音日记 那这样Podcast一周可以更新两集 那白天当然就是做现场的采访 拍照以及深度的绽放 因为报道的需要有6000字以上的长文 所以你要继续经营长文 因为长文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你现在回去看3月我们访德国议员讲 能源政策的文章 现在也都还看得通 就是出发前 就已经知道我们的outcome page 是这一些才能够证明 我们去现场的价值 是有把这个桥搭起来的 而且提供出来的东西 跟外媒跟社交网站上面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出发前是经过这样仔细评估 然后投入预算之后去现场的 第二次9月底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欠接 是ZW的电台跟报导者合作 所以在方林上面 我们有了一起合作的空间 那一样出发前也是计划好 我们所有的产出啊 这一些怎么使用这一些 然后再投入资源再去现场 所以一样的我们回来也带了podcast 跟影片 然后这一次更希望的是 用新的科技新的方法 把现场带给在台湾的约庭读者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第三人 其实是我跟子雷之外还有吴振达 他是一个设计师 我们这次尝试让设计师一起去 他操作是360度的环形镜头 所以其实回来都可以看到 刚刚那些选项 你是可以走进去的 你去YouTube上面找报导者影片 你走进去之后自己用法属 可以选择 你要新一房屋的那个 看房子的那个操作过吗 大概就是那个感觉 因为我们觉得既然我们都去现场了 我们要挑战的就是给一些 外媒跟社交网站上面做不到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那边的意义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经过仔细的计划 就是我在提这个proposal的时候 因为不可能团队的资源这么少 人这么少 然后不经过这样子的评估之后 就直接去现场 那可能并不是一个 对得起我们捐款人的一个方式 所以当然现场是重要的 但是现场前的准备 以及抓住读者的遗言 那个部分是考验现代记者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堂课 这样子 以上分享 是 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这个工作的模式 这的确是这个世代 我的后果就是我必须要回来 我的遗憾就是我必须要回来 我希望可以继续留在那里 继续的工作跟当记者 我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说 不要有遗憾 不要后悔 因为那个没有药医啊 后悔没有药医啊 那回到我刚刚就是这位先生的问题 我怎么说我去 有一个部分对我而言是很重要 就是乌克兰的抵抗争这个部分 所以 我是到越来才能够越接近了 那包括能够跟所谓的inded 能够在 甚至有些地方是灰色地带 那就是 但是这个是我想做的是这个部分 至于说编辑 他们有没有要求什么 那我只给他们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的照片 本来就一直都是这样子 所以不知道 那中间有过一次的SIM 他们应该是看到我之前拍的照片 那希望 就是有我的 怎么说 看的方式吧 或者这样子 用摄影作为一个语言 那好吧 那我就说一个 有一点点 不算后悔了 就是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你离开 那个特别是那种 你的 你全身绷得很紧的时候 因为 那个炮弹随时会过来 的时候 全身好像充满了 肾上腺素 真的是绷得很紧 但是 你离开的那一段时间 你要抒压 要能够减压 所谓的combat decompression 这个阶段是很困难的 很难受 非常难受 心理的生理的 我就需要 一到两个礼拜 一能而已 但那个很难受 但是 那你通常会做些什么事 让他那个 运动啊 虽然我不太想 我不怎么运动 然后 晒晒太阳啊 就 不要一直 一直往内说啊 那个其实是 可能会有点危险的 甚至是会导致TDSD啊 这些 所以 TDSD的问题 但是我记得你第一次的提问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问关于沟通所产生的内伤吧 对不对 嗯 嗯 两个回答 第一个是 嗯 巴老哲有提供每个记者每年 我就是每年还是每季 还每半年 反正六次免费的心理智商 我们有合作的那个 呃 嗯 嗯 这个是 我刚刚因为我听到笑声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不是记者敢去就解案了 不是去完写完报告就解案了 如果他是你的人 你要保护他的 那是一个异世界 你进去之后 基本上我们搭巴士 离开 乌克兰的边界之后 全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那你的记者进去了 出来之后 你 你希望他 回到家庭生活吧 你希望他是一个正常人吧 如果他是你的人的话 就是 这个是必要的 这个在国际组织里面 都是有这样的setting的 他基本上有些大的是 自己 里面内部就有心理智商师 因为媒体的心理智商是另外一个 替代性创伤啊等等 那些学们 呃 这个是 处理内商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是 我的团队 就是 不管是 之类跟达达 还是之类跟应语 我们一起去现场的 我们三个人 呃 我们需要被理解 然后 回来的时候 所谓沟通的内商就是 你没有办法被理解 对吗 但 其实也不是你没有办法被理解 而是你看见的那些 你听见的那些 你试图想要带回来 但你需要有人协助你 嗯 协助的过程是先理解 你看见的什么 跟你的感受 那 我很庆幸我的团队的成员 其实台下有很多自演合作过的 那个摄影记者 我都觉得我遇到的是很好的伙伴 是 当我们出国采访的时候 巴勒斯坦那 叙利亚那边 我们是 彼此支持彼此的 然后那个是一直支持到 报导出刊 结案之后等等的这一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样子 然后我要说第三个是 呃 也是值得一直提醒我说 我们去现场就是记录 详细的记录 用尽力气的记录 所以你想的不要再是沟通的内伤 就是不要一直有一个包袱 或是一个黑影在告诉你说 他们说是他们自己的错 然后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 把故事说好 之前一直不断来提醒我说 你不要理网络上面说的那一些 就是 我们看见什么 就仔细的详细的记录它 因为有时候沟通的时候 你会 会累 然后有时候甚至会 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 你会 甚至你会不知道你要 给到什么程度 或是坚持到什么程度 或是你要写一万字 还是两万字 后来真的写的一篇就一万字 所以 呃 有伙伴彼此 要告诉自己 要坚持 是记得 我们在那边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 但因为我很 之前啊 只有十年 今天的资历都是二十年起跳 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找到最对的方法 但是 我们都是三字头 所以或许可以给你 参考一下 那千千来跟我们做个 如果有 如果有演讲费 我一定捐给台湾民团协会 如果没有 我再捐 我上个礼拜 有捐 一个安妮 还有一个什么 忘了 这场你没有 没有 没关系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捐 因为他们 台湾民团真的就是做 一直在帮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啦 很低调 所以 OK 这个有点远了 讲到受众的部分 我 听众这个部分 我其实没有 我没有办法知道说他们在哪 因为我照片拍完之后 我自己登里过 我会交由 交给马格兰 就是我的 Agent Mac and Photos 然后他们会 新的可以到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们在这些 受众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 我 只能 说我 作为我自己 看的方式 对不起 再强调一次 就是用摄影作为 一个语言 那 而且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 要相当程度的开放 不然你就会 如果说一定只要看到这个东西 那你会 会掉入一个所谓的Tone of Vision 就是你只看到这个部分的 那其他东西都看不到 或是 不愿意去看或是怎样子 读者会怎么想 那个 不是我能够 不是我能够掌控 但是至少 我每一个照片 我希望能够追求的是一个 一个Picture accuracy 就是这个 这个是准确的 这个是我希望能够 把那个语言用到最 最精确 当然就是一辈子的功课 不说完